去寺庙里求神拜佛,或者请佛菩萨神像回家供奉,真的能得到神明的庇佑? 你所拜的神明,或者请回家的神像,真的是神明本尊吗? 有一个朋友的亲戚,家里有个女儿叫千千,因为乱拜神,被邪罪复生,差点酿成大祸。 当时,因为千千,马上就要考大学了,但是成绩一直不太理想,几乎是帮你垫底的。 孩子的妈妈平时有比较信神神鬼鬼的东西,听说郊区边上有个庙很灵,她就想趁着周末带千千上山去拜一拜,求佛菩萨保佑能考个好成绩,拜完之后顺便还在庙里吃了顿斋饭。 结果下山的时候,突然发现山后头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庙,门口坐着一个老头,反正见庙就拜嘛。 如果能心想事成,那就太好了,就非要千千进去,对这里面的菩萨想再拜一拜,她不知道啊,这一拜可拜出了大事。 回家之后,千千照常学习,接下来发生的事,就让孩子妈妈乃至全年级的老师都震惊了。 这次模拟考试,千千居然一下子考进了全年级第二名。 这种质的飞跃,让老师们觉得千千可能是作弊了,所以几个老师就单独又为千千一个人准备了一次考试,结果分数依然是那么优秀。 这一下可把她妈妈高兴坏了,到处跟人报喜,千千考试成绩是上来了,她家里就对她像供祖宗一样,对她百依百顺。 但是她妈妈一直觉得,以前千千回家吃完饭以后,经常挑灯夜读到深夜,最近吃完饭倒是倒头就睡,而且千千以前最讨厌吃鸡。 但是自从去庙里拜过之后,回家每天嚷嚷着都要吃鸡,自己一个人就能吃下一整只鸡,其他的什么都不吃。 她妈妈觉得,可能千千是掌握了新的学习方法,在学校里又学得太累了,所以回家需要多休息,而且就不贵,于是就每天变着法的给千千做鸡吃。 直到有一天,家里的鸡吃完了,又忘了买,千千妈就干脆跟孩子说,今天给你做红烧排骨吧,谁知道千千突然就从厨房里冲了出来,疯了一样大喊,我就要吃鸡。 平时,这孩子特别乖巧温柔,从来不会无理取闹,谁知这一次却不依不恼,吵着吵着突然说,松你,你今天必须给我弄一只鸡。 千千居然以一种长辈的口气,叫出了她妈妈的乳鸣,这可是她妈妈的爷爷奶奶才会叫的名字。 孩子妈当时心里一惊,第一个反应就是,这不是我的女儿。 两个人正吵着,千千爸就回来了,手里拎了一只炸鸡, 这一事儿就算是暂时过去了,但对于千千妈来说是历历在目,她也搞不明白千千到底怎么了, 直到有一天接到老师的电话,老师问千千是不是平时在家,经常熬夜读书, 每次在学校都无精打采,经常在课堂上睡觉, 希望千千能回家多休息,把主要精力还是用在课堂上。 她妈一听脑子就炸了,在学校睡觉,回家还睡觉, 这孩子学习成绩是怎么做到如此的飞跃呢? 一家人便带着孩子去了道长的道官, 刚到道官门口就在外边等候的时候, 就听里边老道长大吼一声站住, 然后突然口里快速念诵了几句咒语, 然后立声赤道,你这个妖孽给我滚! 老道长又闭上了眼睛,好像陷入了沉思, 当时所有人都吓傻,只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等着, 过了一会儿,道长慢慢睁开眼睛, 与此同时身边的千千也晕了过去, 老道长说不要紧, 他看到千千的头上趴着一只黄大仙, 黄大仙就是黄鼠狼成精, 道长用咒语把他叫了出来, 闭幕在和黄大仙对话, 黄大仙说叫他走可以, 但是千千有一样信物还在他的庙里, 如果不取出来的话, 黄大仙自己想走也走不掉, 而千千现在也被老道长请出的祖师爷庇护着, 因为被黄大仙上身耗损了很多的阳气, 所以暂时不要醒过来,休息比较好, 话说到这儿, 千千妈才想起来, 当时庙门口的老头领着千千进去的时候, 摸了摸孩子的头, 老道长说这就对了, 他一定是顺手拿走了千千的头发, 于是啊, 这一家人又赶紧带着老道长驱车赶往那个所谓的小娘娘庙, 看庙的老头见到老道长就慌忙躲闪, 老道长从背后一把拉住老头的手, 让老头把千千的头发交出来, 老头开始还装傻, 但见老道长也是个有道行的人, 经不住几句询问, 便一五一十的承认了, 便带着道长进了庙后面的一个小贡房, 从贡桌上拿起一个红布包裹, 里边有两三根长的头发, 还有几撮毛茸茸的黑灰色的毛发, 紧接着就放在贡桌的烛台上, 一把火烧掉了, 当时闻起来非常恶臭, 大概过了一两分钟的样子, 留在车上照顾千千的爸爸, 打过来电话, 说千千醒了, 但是问起这几天的经历, 却完全不记得了, 千千的记忆只停留在了上次, 从小娘娘庙走出来的那一瞬间, 就感觉自己只是睡了几个小时, 所以庙里供的佛菩萨像, 就觉得进去烧香拜拜, 许愿很灵验, 可到底里面供的是什么, 你却不知道, 单身的一位朋友, 在北京买了个别墅, 由于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, 于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就送了一尊, 从日本请回来的古董木观音给他, 作为乔迁赫礼, 老爷子就把这个观音像供在了佛堂里, 同时啊, 佛堂里还供着, 世间摩尼佛佛像和一些菩萨像, 刚把这尊木观音供在家里佛堂的第一晚, 就听见家中有异象, 第二天早上进佛堂一看, 发现原本供在佛堂上的一尊铜尼罗佛像掉在了地上, 照理说这铜像又重, 一座又大, 不太可能放不稳掉下来, 他家里养了一只猫, 开始怀疑, 是不是猫跑进佛堂里把佛像撞倒了, 于是就把佛堂门给关上了, 第二天晚上又发出了奇怪的声响, 早上起来进佛堂一看, 呀, 一尊白语观音又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, 这门明明都关得严严实实, 这观音像到底是怎么摔下来的呢, 这老爷子平时也是结识了一些高僧的, 一日便请一位高僧来家里参禅做客, 这位大师路过佛堂时站住了, 又笑着指了一下佛堂说, 一会儿再说, 老爷子就很纳闷, 追问大师到底是怎么回事, 大师说你这个佛堂里有尊穆观音, 里面住了个外国鬼, 刚才啊他和我说话呢, 老爷子一下就懵了, 怎么是个外国鬼, 回过神来一想, 这一尊菩萨是朋友从日本带过来的, 又把这两天家里摔碎菩萨像的事, 和大师一一说了, 又问大师怎么能听懂外国鬼的话, 大师说鬼魂不用语言说话, 他们用意念和人沟通, 所以没有语言障碍, 紧接着大师又说, 这个鬼魂啊不是个善茶, 他在这里闹腾是想出来吃贡品, 但是你这佛堂里有一尊释迦摩尼佛的佛像, 有本尊神的加持, 正正着他呢, 但是其他的神像都没有本尊神, 所以其他神被他一一摔下, 老爷子又问, 这个鬼是怎么进到这个菩萨像里的呢, 大师说这个鬼的后代, 把一个穆菩萨和祖先的牌位一起供奉, 穆菩萨没有开过光, 祖先的鬼魂啊, 就进到了这个穆菩萨像里, 几经转斩就到了你这里, 接着大师又说, 你赶紧想办法把他送回去, 否则他会闹得你家无宁日, 大师走后, 老爷子就赶紧联系了这个送他菩萨像的朋友, 可是怎么都联系不上了, 于是他又只能把这个菩萨像先收起来, 他把它放在原先放释迦摩尼佛像的盒子里, 希望能暂时镇住他, 又过了一段时间, 他的小孙子来北京别墅小住, 孩子正玩着皮球呢, 突然哇的一声大哭, 过去一看, 这孩子脑门磕在佛龛上磕了个大洞, 流了一地的血, 去医院缝了好几针, 问孩子怎么摔的, 孩子说皮球滚进了佛堂, 他正犹豫要不要进去捡, 突然有人从背后猛推了他一下, 回头一看是一个白胡子老头, 这头就磕到了这个佛龛上, 这老爷子听完吓出一声的冷汗, 心想这一定又是那个外国鬼做怪呢, 得赶紧把他送走才是, 可是怎么都联系不上那个送菩萨像的朋友了, 最后思来想去, 只能又给大师打电话, 大师见他这样, 就叫他把佛像送去他的庙里, 挂了电话, 他就赶紧让加里司机开车, 把菩萨像送去, 这一路得有两个多小时路程, 车正使在高速公路上, 突然, 司机就看见他前面有个人横穿公路, 赶紧猛打方向盘, 差点撞在高速护栏上, 这高速路上怎么会有人横穿马路呀, 司机这一倍下就开得非常非常缓慢, 极其小心翼翼的才开到了寺庙, 总算是把这个斜碎送走了, 现在寺庙变得非常商业化, 收入自然是不错的, 那么佛菩萨就成了代言人, 实在是本末倒置, 佛菩萨没有让你来拜他, 拜他有用的话, 还要人辛苦修行干嘛呢, 人们总是觉得求神拜佛, 神明就会保佑, 首先啊,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, 你何德何能让神明庇佑你啊, 这些神明又不是你家的祖宗, 如果你兴奋佛菩萨, 神仙会因为你拜一拜他, 给他供奉点香火, 就来满足你的愿望, 你给点好处啊, 就帮你办事, 如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求生拜佛, 神明也保佑他嘛, 那么这样的神明还值得你敬奉嘛, 所以与其求神拜佛, 不如多行善积德, 庙里没有那么多神明菩萨等你拜, 你的一颗善心才是你最好的庇佑, 曾子说仁儿好善, 福虽未至, 获其远矣, 就是说仁与为善, 就算福报一时还没有到来, 灾祸却离你远去了, 修好你的那颗心, 何须求神拜佛呢, 佛在灵山莫远求, 灵山只在辱心头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